其实这件事我真的写得流头 真的 当时真的是 就是很多东西是你看不到的 就是对未知充满了恐惧的那种 所以当时流头他们进去以后 其实是我把他们送到换衣服的地方 再往前走就是手术室 然后后来他们穿完衣服 说在那里要再等一下 然后就把我赶出来了 就是说真的如果万一流头他们 我们可能作为年轻人会内疚一辈子 不过好就好在 我们这个团队我还是很 就是那段时间 好像没有任何人说 怕呀或者怎么样 而是相互鼓励 就是几乎所有人都说 其实没事没事 其实我知道包括周老师也好 流头也好 并不是说心里不怕 而是想让自己的队友不要那么怕 就是开始就觉得这种特别可怕 这种天然的恐惧就是确实是真的是害怕 就怕我们这个出事 其实我当时就跟刚才老屈说的那样 他觉得如果说流头他们出了什么事 我们会内疚一辈子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出了事 流头会内疚一辈子 所以我当时我那一瞬间我能理解了 为什么流头一定要坚持自己上 他们情愿把这种责任担到自己身上 所以说我们不管经历多少吧 就告诉大家 遇到关键的时候法医还是得冲 不要担当嘛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能瞒干 因为你一旦身理其境的时候 你的瞒干会导致你队友受伤害 会导致这家人 要出现很多这种情况 我看到后面的窗户 那个阳光就透过那个窗户的缝隙撒进来 就是那些痛苦被典藏在这些阳光之下 但是他们所体验的那些痛苦 其实恰恰是为了遵循这些阳光 我非常欣赏 人类在每一次非常巨大的灾难面前 爆发出那种团结力 就是那种在绝望中的勃勃生机 我觉得它是非常规律的 这才是人类真正的精神所在吧 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把自己的个人安危放在手心的 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把一个社会的责任 就是放在前面的 他们是会为了大家的利益放在前面 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 内心的一种自豪 就是我们法医同样也能 不只是为了去判别死因 同样在某种方面我们也可以救人 甚至我们可以救更多的人 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做的 就是要一直向着光明出发 那我们就平复一下 然后再进入状态 好 邓老师 搜不掉了 真搜不掉了 尤其刚才流头跟周老师哭的时候 真绷不住 对 真绷不住 他们这个世界之前都挺打动我的 我主要是之前学校放过他们老师的纪录片 我也第一次听说 刘云老师就是上课的时候 你们放那个纪录片 太难过了 中午哪个在嚎啕大哭 哭得个惨嘻嘻的 萌萌吗 现在也笑起来了 没事 没事吧 吓死我们了 以后谁欺负了你 没有 一会我们就一组一组的人 到那里面去 看看哪里先去 那要不你们先去看考试吧 好 你们这先来 好 好的 好 师姐 一组来了 对 三人组来了 好 前面主要是整理论上的东西 是吧 现在就进入正式的这种考核 主要是一个操作性的考核 特别强调的是 进去的时候穿黄红 可能相对来说 容易一点 出来的时候 相对来说 事情多一点 你从一个污染区 跑的一个清洁区来 所有的扩散这种污染 都在这种会发生 所以要谨慎 行 那我们就是 现在开始 开始吧 互相提醒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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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外面的帽子 要把里面的帽子盖住吗 你不是说了 让他们自己去 就等着他们犯错了 犯错好批评 一下 裙子盖住 后面的帽子盖住 他 czyli内部 easiest 做服务 先去穿 Khan 你 thì 准备些素je 对了 他们就准备这样搞的 然后看得见你 哪里 我已经看不见了 我们已经看不见了 戴这个眼镜已经看不见了 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吧 对 有点看不见了 好辛苦 就是他们自己弄成 戴手套不好搞了吧 对 一戴手套就 让它反应 反应 反应 看到了就不掉了 没带过这个 在这里看到了都不掉了 很完整的能够撕下来的 是的 你看一撕下来就透明得很了 嗯 这就看清楚了 这都是做了事的人才会想到 不掉了 我帮你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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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的时候真的是比想象中复杂很多 就是穿上之后呼吸会受阻 视线也会受阻 没多久就不怎么看得起 然后开始流汗了 你们现在是不是看不到能有霧吗 哪几个能演造有霧的 有霧 倒不是有霧 就是有点白白的 我觉得纯纯的透明度好一点 嗯 有霧的原因就是你们 口罩 口罩没戴好 没有压紧 所以他才会有 马上冲上去了 哎 另外就是你们的手套 你们是 是一次戴的 戴完一层再戴 马上就戴一层 你们应该有一身手套 压着外面的袖子 所以你们现在亲密性肯定是不好 整个来说 你们现在进去是很危险的 只要出一种暴露式的作业 好 你们现在正式进入脱衣服的这个感觉 好 衣服和小太太一起脱 好 哇 然后口罩乱的 好 首先 走吧 没有 小心 来